师傅,您好,能帮一个1984年属老鼠的女的看一下 她因为那个经济案件被那个在看守所已经四年了 家人一直没有跟她见过面 她的家人与儿妈妈都休息了 都许愿意念经吃全素了 师傅,帮她看一下 几年呢 1984年属老鼠的女的 看到了 她是被人家冤枉的,刮进去的 对对对,是的,我还没说呢,师傅就说出来了 是冤枉的 人家拿她做垫背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的 她有牢狱之灾啊,她本身就有 这不是前世的冤结吗 她命更当中,前世这段时间她没有好好地做好人,没有务私啊 她上辈子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她做了很多好事,但是在这一个阶段当中她害过一个人,就是上辈子 所以她这辈子应该很有钱 对,她们家非常非常有钱 所以我就告诉你,有钱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懂得怎么样帮助别人 对不对啊 对 不是出事吗 所以就告诉你们一点就知道了 大家做人学婆一定要知道 她这个人呢,是这样 她应该命更当中有七年牢狱之灾 哦 但是,但是呢 她现在呢,我看了 她最多四年就应该没有事了 四年,她已经关在看守所已经四年了 因为一审判决是无期徒刑 现在二审判决没有结果 呃,这家人不允许和她见面的 啊 然后,呃,原告方本来要与他们签赔,退赔协议 他们想把房产全部购付给对方 然后给法院出谅解书 法院会改判 但是最近对方突然说不签了 现在又说要只要拿到一笔这个现金就出谅解书 这个经文很大 请问一下师傅能够相信对方吗 找律师,不要相信他的对方 找律师,明白吗 嗯 找律师一定要做的稳招稳打,明白吗 好的,好的 对方也是麻烦的人 非常麻烦的人 对的,对的,对的 那师傅看了是已经是她牢狱之灾是四年 四年,差不多了,要出来了 这次可以出来了 嗯 嗯 那师傅,你能不能帮她看一下 她们的妈妈和那个妹妹应该怎么念金化解呢 就是靠着她妈妈和妹妹念金才 她才有这个谅解书出来的 否则的话有的关的,要七年的 嗯,明白吗 对,对对对 那这个小房子的话要多少张啊 小房子要念到一百零一百,我看啊 哇,她有一个女的,一个老太太 看上去不是太老,大概像六十岁左右的女人 眼睛小小的,对她很不好 嗯,搞她 哦 有一个女人,嗯 嗯,那这个要帮她小房子 给她九十二张吧 嗯,九十二张,嗯 就写这个女的名字的妖精主 对对对,赶快送 嗯,好吧 然后,劳益之家的话要化解冤结的小房子要面网 这九十二张里面应该有了吧 嗯,有了,嗯 那,上身要放多少啊,师父 她已经放了上万条了,好像 对了,嗯,对对对 她们家人一直在帮她做功德 嗯,主要问题啊,主要问题 她好的时候从来没想到念金,学佛 对的,她,是的 嗯,这种真的,真的很讨厌 我告诉你,到了临时抱佛脚 临时来求我的人多呢 你平时要靠自己念金的啊 这个这个,财长没有办法帮你加持 说怎么样怎么样的 你只要靠自己念金啊 听得懂吧 对对 财长是教你们方法怎么样解脱 我并不能把种好的西瓜送给你们 明白了吗 对对对 好了 好的,非常感恩师父 谢谢大家